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j 日记 他在他的影片中说 如果在马来西亚中了马标500万 是很好用的 如果你真的中了500万马标 记得来香港 享享世界 你可以找有三星的米芝莲餐厅 食物质素也好 服务也好 介绍这家富林饭店给你 这里可以吃世界上最顶级的鲍鱼 而且 世界出名的鲍鱼专家阿一 杨冠一 亲自煮给你吃 我的马来西亚朋友和亲戚来香港 他们很喜欢去冰室 这个米芝莲饮食指南 不单会介绍高级的食肆 也会介绍一些比较平民化的食肆 你们可以尝试这几间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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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尝试有什么餐厅 如果你按进去看 你会看到餐厅的地址在哪里 有什么食物 还有米芝莲简单介绍 它的特色 它的服务 它的价钱等等 我们可以尝试到这家妈妈鸡蛋仔 我们可以尝试到这家妈妈鸡蛋仔 看看香港人在奔城拍了一条片 介绍这个店铺 一会儿我将它的连结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点击来看 这个指南 有一星、两星和三星 还有推介的餐厅 三星是最高级的 米芝莲是一些饮食专家 匿名地去饮食 然后得出的结果给大家 很值得信赖 大家来香港旅游 记得去看一下这个饮食指南 这个表就是他们评估的 这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还有如果有朋友来香港 记得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有个参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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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